盾内刺客的亲俄民兵朝着空中无人机连开好几枪 乌冬争夺战打得激烈 尤其是在北盾内刺客 受困平民根本逃不出北盾内刺客 因为对外通道已经全被俄军炸毁 英国Sky News记者前往北盾内刺客的双子城 利希·昌斯克也差一点遭到俄军炮击 两座城市距离相当靠近 用肉眼就能看到 乌军指挥官说俄罗斯兵力多十倍 军火更是他们的二十倍 利希·昌斯克从早到晚都被轰炸 至于已经落入俄军手中的马里乌波尔 根据乌克兰官员说法 当地景象宛如回到中古世纪 有九成八的家户没有水可以用 居民还在马路上的积水滩洗衣服 联合国强调 这个数字并不包含在战争中饿死并死的名秘 实际死亡人数恐怕多出好几倍 用密录器记录下战争前线的伤亡状况 这名来自乌克兰的军医 在被俄罗斯俘虏了三个月后 终于被释放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亲自证实这个好消息 只是随着战争开打至今 还有许多来自各国的义勇军下落不明 其中美国失踪的三位军人引发国际关注 未婚妻声泪俱下 因为他的爱人和另一位军人 当时前往哈尔科夫作战之后就失踪 而第三位疑似遭到俄军俘虏的 现在国防部也公布 他是在海军陆战队服役20年 已经退休的上位 尽管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目前不知道这些战俘的下落 但他也重申 现在前往乌克兰作战充满风险 战俘的命运令人忧心 美国国务院稍早表示 正在调查有关俄罗斯掳获两名美国公民的报道 也希望能尽快营救他们回家 TVM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